旁邊還有農田 你看他們推行這個運動 多大力在支持 農田旁邊的 體育館 農田旁邊的體育館 都還在耕作 農田旁邊的體育館 就辦風街賽 聽說這一次風街賽花了兩千萬人民幣 而且人家每年都要舉辦 請問一下這樣推 怎麼會推不起來 對不對 是吧 剛剛 有跟一個 就是 捷克的那個 Martin聊天 他說如果想去歐洲比賽可以找他 我要去歐洲 比賽 我要去歐洲 比賽 我要去歐洲 比賽 你看這次來的歐洲人都這麼快 像那個 Hannis 這一次來 你看他把第二名放多遠 如果你真的有空去看一下那個Youtube上面有很多影片 他們真的是 跟Hannis一樣搶的人真的是一大堆 有競爭才有進步 有競爭才有進步 對不對 這次比賽 這也讓我學到很多 這也是我第一次的國際賽 我發現就是你場地適應的速度要夠快 你場地適應的不夠快 一切就都結束了 像我剛剛可能開到最後一節才開始慢慢適應場地 你看 這樣就太慢了 不能怎麼慢 而且 我差那些很頂尖的選手 差了一秒 好像把這一秒補足我 我今天如果有任何成就 真的 都要歸封於我的父母跟我的太太 來 謝謝